老花一开洋评测第15期啊 现在冬天买花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评测的季节 很多花不来在路上就已经冻死了 我看看这一个商家赶在我们山东发 看看会不会太年轻 这是一个金钱树啊 这个是金钱树 这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种9块9的东西了 我这个也是9块9淘了一个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广东发货的 然后呢用了一层这种保温棉啊 咱们打开看一看 哎还有一点余温上在啊感觉 还很良心啊 9块9还给你打了两层保温 包裹的很严实啊 包装包装满分 包装做成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可能有的话要求比较高啊 我之前也卖花的时候这种土散出来 有的话也会给一些差评 他说哎呀这个包装太垃圾了 没办法绿子盆在你这包装 他属于很正常的现象啊 这个很谁都难以避免 我希望明年春天我卖花的时候 大家简单的盖着一下这个点 别到时候老骂我就行了 今天是很小啊 很小 呃轻微的一些冻伤 轻微的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啊 有一点点不是很严重 根系 金钱树的一个根系呢就是这种了 里面有一些个白薯块一样的东西 有老师跟大家伙说你金钱树呢 你尽量浇水要维持干湿循环 用土的时候呢尽量的用一些松软的 不要用硬土 要不然的话这种蓬块的这种快净东西 它长不出来 好吧 然后呢该施肥料的要施肥料 你看这个金钱树还是相对来说施肥的 它也会往里面放一些颗粒肥 看到没这种 这就是缓是非了 好了 呃 跟大家直接咱们就进行一个入手的操作 以及日常的一个养护啊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正常的入盆了啊 选花盆的话还是选择排水透气的 我拿到的是花博士的一个六号溯源盆 接下来呢往下面加一些个渗水层 垫一些桃粒的一个主要目的啊 就是说防止它烂根啊 就像人穿鞋的时候垫一个鞋垫呢 这是一个道理的 接下来加入一层底土 大家在选土的时候呢不要选太硬的 尽量选择这种进口的泥碳比较松软的 如果家里面没有的话 你可以用辅液土松针土或者椰康土都可以 加一些肥料 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洗肥 可以多来一点 有的话说会不会烧花 这个东西不会烧花 好吧 不要埋得太深 不要埋得太深 避免有根系直接接触了 咱们稍微拌一拌底土 好 接下来呢就入盆 选拌花盆的时候也不要过分的太大号 可以选择一个稍大一号的 别选择很大很大的花盆 原来就是这种入盆了 稍微压实一下 好了这样呢就算是种完了 由于这个原本的盆土呢还是比较潮的 就是你可以先不用浇水 隔个两天再浇水 感到略干一点再浇 可以让它醒一醒苗 有人话说缓苗 这缓苗这一块就是 你怎么理解呢 如果说来的很湿 就是让它稍微晾干一下 不要强光暴晒 放到一个它喜欢的那种温度 光照 你像现在我能接触到这种光照 一点都没事 可以晒 你别一点光照都没有 很多话说一直缓苗 都把苗给缓死了 正常养护正常养护 避免暴晒 可以晒 好吧 那施肥你可以加底肥 你现在你不要说这来了以后 浇水的时候加肥就行了 让它缓一缓 缓一段时间 现在在我们山东 就是养护它的话 如果说大家有暖气的话 在屋里面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现在我们这边是没有暖气了 因为它不耐寒 另外呢它害怕什么呢 它害怕积水的烂根 所以说那我会垫一些渗水层 另外它怕低温 一般低于5度以下呢 就有冻死的风险了 所以说您这个点要盖它一下 肥料的话呢 咱们用到就100天一回了 日常盖胶水的时候 想起来可以兑点领养液 好吧 其他的没什么事 另外呢苗晴很健康 打分的话呢 打分啊 9块9的话 咱们也给不到9090 反正85分肯定是有的 这个卖家非常的不错 较为良心 刚才我们后期说 上面有些叶子有些小洞 大家不要当完美主义啊 不要老是拿着放大镜去看它 有些小洞没事 毕竟到咱们手里边是一个很健康的苗 咱们日后养出来的 才会给咱更多的一个惊喜 那这份花呢也是给花友们去养的哈 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 我会在本条视频下面 你就是点赞评论分享 以及转发的花友呢 这个随机抽取就送给你们 现在我养一冬天 也作为一个视频素材 后期会到您的手里面 好了 一篇关于金钱树的开箱 以及养护的攻略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当然了如果您有其他养护金钱树的问题 也要给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黄一 要画正常一眼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